恐怖主义贯穿全球 严寒天气笼罩 却抵挡不住世人迎接新年的喜悦 2017年到最后一天 纽约迎来一个世纪以来最寒冷的年末 涉事零下17度的严寒天气 始终招架不住民众如火的热情 虽然参与人数稍有下滑 但还是有大约200万人汇聚时代广场 一同见证新年的到来 跨年活动还请来多名著名歌手 带领民众一同高歌 不过最吸引人的 当属闪闪发亮的水晶球 超过110年的传统倒数活动 绚丽夺目的水晶球 在纽约市长白思豪按下倒数键的那一刻 承载着人们的新年愿望缓缓升空 紫夜十二点钟声响起 烟花四射 五彩紫屑在空中飘荡 民众欢呼声此起彼落 大家兴奋地相拥亲吻 期许和心爱的亲友们 过好全新的一年 镜头转到南美洲 足球国的跨年活动同样沸腾热闹 两百万民众挤爆礼约海滩 轻快的音乐弥漫星空 民众手中拿着香槟 跳着385尽情狂欢 跨入新年的那一刻 大量烟花从海面升空 黑暗的夜空刷上五彩斑斓 长达17分钟无间断的烟花秀 将跨年活动气氛推向最高峰 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 这对伊拉克北部的民众来说 意义更加深远 过去三年饱受伊斯兰神全国蹂躏 如今政府军彻底瓦解恐怖势力 和平就是伊拉克人最大最棒的礼物 入夜后 北部城市特勒斯科夫的民众 在欢愉的音乐中再歌再舞 共享新年喜悦 送别2017迎来2018 缤纷的烟花照亮伊拉克的夜空 恐怖主义留下的阴影 全都成为了过去 伊拉克人已经迫不及待 迎接平安 没有恐怖主义 没有战乱的新年 我问你这个地方 我不可以让他来 你讨压工作人员 我对他来说 我可以禁empl大 你只是找他来